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打的决赛对手也是今年一样的对手 今年我是世界排名第二 去向世界排名的第一学习 晋级之路 赛会投号种子白震东 本战比赛第一轮次第一战胜队友刘丁硕 第二轮次比零胜队友周宇 八强战次比一击败队友梁静坤 半决赛次高零完胜东到主球员巴尔克 赛会南单 二号种子许心 南单第一轮次比二胜奥地利老将加尔多斯 第二轮次干爱复仇日本的奥运 该打铜牌得主学骨损 南大八强战次比一胜韩国的张雨珍 半决赛次比零战胜队友周宇豪 精彩回顾 第一局开始后 两人先计战成三到三 白震东随后连得三分取得6比三的领先 白震东以11-7取得开门红 以1比0的局分领先对手 第二局两人争夺十分激烈 比分从三平开始一直很胶着 取心一度10-9先拿到局点 在白震东以14-12逆转取胜 第三局取心4-2开局 白震东在中局阶段 将比分追成8比8 许欣再次以10-9先拿到局点 在白震东关键时刻把握住了机会 他以13-11再次逆转取胜 白震东在第四局开局取得4比1的领先 中局阶段他将优势保持到8-5 许欣将比分追成9比9 并以10-9再次先拿到局点 许欣以11比9取得这一局的胜利 将局分拌来1-3 第五局取心3-1开局 白震东很快以5-4反超比方 白震东将优势保持到9-1 并以11-9结束战斗 这样白震东就4比1战胜取心 取得本战瑞典轰开赛的男单冠军 甚至